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怎麼樣自己來 那首先我們會先建議老師先從課程這邊來 也就是說其實群組是等於說就是班級金魚嘛 所以你的課程可以來自什麼 就是你的教材內容可以來自你的課程 那這個課程可以是你自己的 也可以是什麼 也可以是你訂閱別人的 因為我們剛剛不是說在發現裡面有很多別人的嗎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也暫時還沒有要自己做自己的教材 可是我先找看看 有沒有有誰的是不錯的已經整理好的 比如說像也許有些人會用到這個手機的有沒有 層次設計的 假設你喜歡這個 你就告訴他我要訂閱你的 這樣子你就可以引用 不過稍微留意一下 那如果你是用反課帳號 你訂閱別人的你在課程裡面不能直接拿過來 就是你只能自己學習而已 這樣清楚嗎 好你用一般的帳號 用一般的帳號你就可以這樣子使用 那我就先定一下好吧按一下訂閱 你說我沒有訂閱可不可以看 可以啊 比如說你點一下你還是可以看喔 但是你有訂閱的話會差在哪裡 有訂閱的話你可以做筆記 你的閱讀紀錄會留在上面 如果你沒有訂閱那就是看過的 傳過水無痕 這樣知道意思齁 就過了就過了齁 所以你可以訂閱一下 像這樣 這是第一個你可以透過訂閱的方式呢 來取得我們所謂的教材 第二個如果你要自己做教材的話 怎麼辦從這裡 從課程裡面 好順便剛剛提一下 剛剛有幾位同學遇到這樣的情形 他說我有加入群組 可是我看不大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的都很多嘛 因為啊我們在這邊有分 到底是你自己建立的 還是你管理的 還是你加入的 有沒有 如果你是在這邊像我的 我加入的不多啦 因為我的已經破百了嘛 所以你老是常看到我的好像很多 是因為我都建自己的 如果加入的 有沒有就兩個而已 這也是我入測試的時候用的 這樣清楚齁 所以你要找對地方 你有加入的你就點這裡 那如果你自己建立就點這邊 這樣就看得比較清楚 如果你要看全部就按這裡 課程也是一樣 有分自己建立的跟什麼 訂閱的 這樣清楚嗎 所以你進到這個地方之後 各預設應該是這樣的圖示啦 就是用比較大的縮圖 可是因為我的資料比較多 所以我平常比較喜歡這樣 那你現在看到呢 這個課程就長得像這樣 你可以從這邊按建立 那麼課程預設建立的時候 你是屬於什麼 不公開的 群組也是一樣 預設都是不公開的 你如果要公開 就這裡有鎖頭 像這一種 我就是我有公開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從這上面建立 你可以給他一個課程名稱 比如說這是中正 按一下建立 建立好了之後呢 就進來了 就產生一個 右手邊這邊你可以去設定一下 比如說這張圖片你不滿意 你可以從這個圖片這邊 自己選一張 或者從下面挑一張 你覺得比較OK的 原則上它的比例就是1比1 就是正方型的1比1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 我跟我朋友 比如說我們都是社團的社長 就是同一個社團的 或者是同一個班級的 我也可以找另外一個同學 一起來編輯 就共同維護 這樣也可以 那當然你要做簡介也都OK 那如果好的你就把它儲存起來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情喔 你有這個還不夠 你看我先拿出來外面看一下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上面寫的什麼 Not yet 還沒準備好 為什麼還沒準備好 因為你只有課程名稱 但是呢沒有課程的內容 也沒有課程的主題 那什麼是主題 主題就有點類似目錄的概念 所以你看我其他的 來我找那個有公開的 免費軟體來你看 你看我在免費軟體裡面 有跟螢幕錄影有關的 這是一個目錄 跟影像處影有關的 這樣知道什麼叫主題了嗎 這個叫做主題 是跟目錄一樣的概念 所以呢你至少要有一個 至少要有一個 好 所以呢我們剛剛這個點進來 請你先增加幾個 比如說這是自然科學 好了齁 那你就可以再增加第二個 像這樣 那當然排序你可以自行調整 排序你可以自行調整 這樣好的 待會呢我們就可以從這邊 新增單元 有沒有看到那些類型的 我們剛剛有玩過哪幾種 影片對不對 網頁的教材 然後呢還有電擊題 還有塗鴉題 投票題是不是都玩過了 這樣知道了嗎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 從這邊進來 那如果你是標準帳號的 其實如果你有訂閱別人的 你可以用什麼 用複製的 有沒有這裡有個複製的 就是你自己建立的 或者是複製的都可以 我就來這邊選 我是哪一個 有沒有 我從這邊 看這個我想要進來 我就按複製 就是他就進到裡面來 不管是你訂閱的 還是你自己建立的都可以 可是前提喔 你用訪客帳號不行喔 就是只有標準帳號可以 標準帳號可以 那到這個地方有問題嗎 應該都還可接受嘛 那我們來看看 怎麼樣新增 這些所謂的教材的不同類型 不同類型的教材進來 那我這一段我就先到這邊